中正大学校内共读生从学习型助理转为劳固型之后 不但使校内的单位成本增加 也增加了许多繁琐的步骤需要处理 一定要是劳固型的话 这个会面临到的有三项的问题 第一项就是学生他要致富这个头发金额 那学校也要提补头发金额 所以这个整体这个成本就会增加 那另外一个还有学生自体的一个部分 自体会有退休金的问题 那学校也要提这个退休金的问题 今天学生的流动性很高 他一个礼拜如果做了10小时20小时 可是你固定要投保的成本是固定的 所以整体来讲如果整个国家 国家这个劳保体制 或是学校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财务结构 他如果没有改善的话 其实会面临到单位会拼用工读生的人数会拒减 因为他要符合这样子的状况 劳动部劳工保险局规定 学校是一个投保单位 因此同学不能同时有两个或以上的校内劳固型工读 否则会在同一个投保单位重复投保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争执说 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不是劳固关系 其实我们可以从在这个劳工关系的一些理论里面都会知道 就是用所谓的重属性 也就是说他如果有人格重属性会被叫来叫去做一些工作 他有经济重属性或者他有组织重属性的时候呢 他可能就会有这个所谓劳固的关系 对于工读生最主要的影响呢 就是如果有再多个工读单位 工读的话现在只能选择一个 像那些想要赚取自己生活费还有学费的话 就要选择到外面去打工 除了未来的老年给付之外 劳保也保障了劳工的福利以及雇主的责任 加劳保其实不只是未来的老年给付的部分 他还有我刚刚说的一些直在的一些雇主 可以免除责任 可以我们叫做抵冲的一个关系 所以加劳保绝对不是只看到几年后的老年给付 他也跟现在如果你发生直在 能够取得的这个补偿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所以如果是劳固关系 我们都希望能够帮他加劳保